大家好,我是Joe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oeman開箱區 大家看到我今天穿得這麼正式 啊,有個西 戴這麼熱的天氣還穿著西裝外套 沒有錯 今天我會給你帶來的就是 吃的開箱 我們對於吃 是要保持著一個很尊敬 很崇尚的心啊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會給你帶來的就是 這一包統一麵 巷口乾麵 我主要是我受到這個巷口乾麵的邀請 希望我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平常吃乾麵的一些吃法 那其實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吃乾麵的 認識我的人就知道 因為乾麵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是它這個麵條經過了長時間的放置 其實比較不會 口感比較不會有差異 例如有時候打電動啊 或者說在看劇啊 幹嘛的 或在工作 我就吃兩口放在旁邊 過十分鐘再吃兩口 它可能有點涼掉 可是口感基本上還在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湯麵 或者是這種泡麵的話 基本上你多放個五分鐘 多放個十分鐘 它整個口感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乾麵是一個非常好吃 又非常方便的主食 那這個巷口乾麵 它總共有兩個口味 我手上拿的這個是麻醬口味 我們今天用的都會是麻醬口味 它另外還有一個炸醬口味 大家如果喜歡炸醬的話 你可以自己做參考 那馬上就來介紹一下 巷口乾麵的第一種吃法 先把開水煮滾 加入巷口乾麵 大約煮三到四分鐘後呢 把麵條撈起 並且加入麻醬 並攪拌均勻 就大功告成啦 巷口乾麵還有附湯包 把主剩的水加入湯泡後呢 就完成了 非常的簡單 沒錯 首先第一種吃法呢 就是最正宗的巷口乾麵的吃法 就是只有乾麵 然後還有它附贈的這個湯 但是乾麵其實就很香了 麻醬的這個芝麻味 其實是很夠的喔 那其實乾麵就兩個靈魂 重點是麵條本身的這個口感 Q度如何 然後另外一個點呢 是它這個醬到底夠不夠味 我們來試試看 我這次吃起來 口感很棒 跟外面的小麵攤 然後自己去燙麵起來 然後做的麻醬麵 跟炸醬麵的那個麵的口感 已經很接近了 吃起來很Q很好吃 然後呢 因為它麻醬口味 它有那個紅蔥口去提味 所以香氣是很正宗的 真的是跟它的 產品名稱一樣 巷口乾麵 真的就跟小時候 自己有時候下午啊 晚上肚子熱自己走到巷口 然後跟那個小麵攤買的麵一樣 真的一模一樣啊 好棒喔 因為我想像說好吃耶 我們第一種就這麼好吃 那我們還需要試後面試種嘛 那它還附這個湯啊 就是用我們煮剩下的水 去沖出來的湯 湯的話就比較清淡 喝起來就是有個香氣的湯在 我覺得湯應該不算是它的重點 那重點就是在麵 麵的表現很好 湯的表現就 一般一般 但吃個麵喝個湯 還是挺過癮的 那我們來看 下一種乾麵的做法吧 一樣先煮一份巷口乾麵 並加入醬料 攪拌均勻 穿湯一點點的豆芽菜 把豆芽菜先加進麵中攪拌 煎一顆荷包蛋 半熟或全熟看個人喜好 把蛋放到麵上 打工告成 對 第二種的乾麵吃法叫做 媽媽的愛 顧名思義 大家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啊 小時候叫媽媽幫你煮泡麵 叫媽媽幫你煮乾麵 然後呢 你其實只是想要吃乾麵而已 他是硬要幫你加料 所以這就是媽媽的愛 作為長輩 總是希望 把這個自己的小孩 可以多吃一點 多攝取一些這個營養 大家要知道有一種餓 甚至長輩覺得你沒吃飽 這個多年來 我的長輩一直覺得我沒吃飽 所以這些年來 才被餵死成這個樣子 那 這是我自己做的啦 就加了一些豆芽菜 然後加一顆半熟蛋 哇 真的是感覺應該很好 來 來吃一下 這一次我做的沒有像第一次那麼乾喔 因為豆芽菜本身帶了一些水分進來 先來吃一下麵跟豆芽菜的部分 我覺得多了豆芽菜 就原本的麵就夠味道 然後多了豆芽菜就是口感更好 就是在咀嚼當中 麵比較軟嘛 然後呢 豆芽菜是脆的 那整個口感就多了一種層次 我們要舀一口半熟蛋 再來配這個麵 喔 這個蛋汁 哇 蛋汁噴出來不得了 好爽啊 然後再配一口麵 其實乾麵配半熟蛋 乾麵配荷包蛋 或乾麵配乳蛋 都很搭 它只要配各種蛋料理 都可以 我們第二種 來自媽媽的愛 接下來看一下 第三種乾麵是什麼 一樣先煮一份巷口乾麵 並加入醬料 攪拌均勻 拿出在超市販賣的 椒鹽豬肉片 加一點點油後呢 開始煎煮 來回翻麵約一分鐘後呢 到表皮輕微酥脆後 放到麵上 再加上些許汆燙後的 小白菜也沖花後 就大功告成 各位 第三種乾麵 剛剛是媽媽的愛嘛 這個是來自 大家如果有跟自己的奶奶啊 外婆啊 住過就知道 他們對於這個 孫子輩的這個餵食 是永無止盡的啊 不管你長什麼樣子 他一定就是一直塞水果啊 塞吃的啊 塞淺啊 什麼有的沒的 所以呢 我為了模擬 奶奶的愛 特地的就是加了 三大塊的 這個椒鹽豬肉片 也加了小白菜 就奶奶也是很喜歡加菜 然後再帶一點點的蔥 去做提味 哇 這看起來已經是 小餐館等級了 已經從巷口乾麵 升級到小餐館 可以點到的這種麵了 很久沒有這樣子 自己一個人 煮這麼多料理了 這個肉可以啊 這個豬肉煎得真的是恰到好處啊 再配一口乾麵 我覺得很棒 因為 雖然說這個豬肉有做一點點的 椒鹽的處理 可是其實味道沒有很重 本身還是麻醬的味道 去主導它 由麻醬去作為一個影子 然後再去把豬肉的肉香 帶出來 那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豬肉的味道本身也很重 那整個麵的感覺吃起來就是很 很heavy 就很重 可是這次在挑肉的時候 我覺得希望還是挑比較清淡一點點 就一點點椒鹽 一點點佐料 盡量讓味道還是麻醬的感覺 很幸福 比媽媽的愛還要幸福 這果然是奶奶的愛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種麵是什麼吧 這次的料理比較麻煩 但也豐富很多 先把韓式泡菜 蒜片 洋蔥 倒入鍋內 簡單爆香 接下來再加入金針菇 白菜 豆腐 年糕 以及火腿 最後加入韓式辣醬 魚水煮沸 煮沸後丟入巷口乾麵當作主食 原本的麻醬不要丟喔 可以當作拌醬使用 最後加上兩片的起司片 以及蔥花 美味的巷口乾麵 部隊鍋 就完成啦 厲害啦 我們第四種乾麵的做法呢 就是部隊鍋 這個命名叫做 來自爺爺的愛 怎麼說呢 因為在我們爺爺父子輩那一代 最喜歡吹噓自己 當年多能吃苦 然後現在年輕人 多不能吃苦 多草莓 多爛 怎麼 一個房子啊 台北市一個房子 才三千萬啊 你們也買不起啊 怎麼樣 我們當年一個房子 哎呀 一百五十萬啊 二十年就存到錢啦 哇 真的是 所以部隊鍋呢 是有效的可以讓我們 重溫 當年父子輩 的一個辛苦 啊 當年的父子輩 真的很辛苦 你看啊 當年他們很窮 只吃得起 包括了 起司 火腿 金針菇 年糕 泡菜 豆腐 還有我們靈魂的 這個巷口乾麵 真的是 很苦啊 部隊鍋很苦很苦 好啦 那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這個湯底 走而是韓式泡菜的一個湯底 所以呢 我們把麻將的部分 在旁邊當作問料 就是如果 部隊鍋本身 味道不夠重的話 我們再問這個麻將 當然我還加了一點點的這個蔥花 我們先來直接吃吃看 部隊鍋真的吃起來是很澎湃 有點厲害啊 我們接下來要吃的關鍵就是 這個巷口乾麵拿來煮湯麵 就是在部隊鍋裡面 到底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搭不搭這個韓式的湯口 其實我前一陣子去韓國吃他們的包括什麼孔靈一隻雞啊 或者是他們的一些部隊鍋的料理 其實用的麵跟巷口乾麵的麵看起來很像 我們來吃吃看感覺怎麼樣 嗯 這個湯頭很夠味 還行 吃起來Q度很不錯 它並沒有因為是丟到部隊鍋裡面煮成湯麵就比較軟爛沒有 而且麵的這個硬度Q度都還是在的 我覺得挺好的 我這樣子搭我覺得其實韓式泡菜本身的味道就已經夠重了 那再搭配這個起司啊火腿吃 其實真的是很過癮 麻將的話就看個人啦 如果想要味道更重一點 當然就是拿麻將沾著吃 我來吃一下火腿 嗯 這火腿好吃耶 我們沾一點麻將吃吃看 不知道這種韓式湯頭跟麻將混在一起 是什麼味道啊 嗯 很奇妙的味道 因為韓式泡菜的那個湯頭本身帶酸 然後麻將 讓這個酸的味道更出來一點點 但是又帶有麻將獨特的芝麻的香氣 吃起來很棒耶 不錯 好啦這就是我們第四種乾麵 來自爺爺的愛 接下來看一下壓軸是哪一種乾麵吧 最後的料理既簡單又暴力啊 一樣先煮一份巷口乾麵 並加入醬料攪拌均勻 拿出一隻完整的波斯燉龍蝦 退冰後丟進沸水中煮熟 並且擺放到麵上就大功告成啦 各位觀眾 沒有錯 我們的最後一道乾麵吃法 來自 真祖母的愛 不過因為我個人這輩子是沒有看過我自己的真祖母 所以呢 只能模擬他對我們的愛 那我覺得他對我們的愛應該是 猶如大海般滔滔不絕 所以就拿了大海中的王者龍蝦 直接來做一個龍蝦麵 也可以叫他 Sit down please麵 好不好 沒有任何其他的配料 就是整隻龍蝦 直接煮熟 丟到麵上面去 厲害啦 連殼都還沒有剝 不瞞各位說這是我第一次做龍蝦的料理 所以我其實是蠻擔心他沒有熟的 好不好 但是霸氣啦 有沒有 巷口乾麵 搭配上龍蝦 瞬間 感覺就變成了 是在什麼米其林料理裡面會出現的餐點 現在就來殺龍蝦看看 各位 真的沒有殺過龍蝦 所以 花了大概十分鐘研究怎麼殺他 應該可以吃了 剝開來之後整個龍蝦的香味就 弥漫開來 不得不說呢 龍蝦真的是在食材裡面 真的是很高檔的 就是只要這個食材夠好 簡單的水煮加鹽 味道就很香很香 我發現可以被龍蝦顏色 好啦 先來吃一下龍蝦肉 給大家看一下龍蝦肉 厲害啦 各位 終於讓我挖到龍蝦肉了 這龍蝦我在這個大賣場買一隻也要700塊 也是不便宜 嗯 可以啊 這個龍蝦肉 清爽彈牙 又帶了一點鮮味 好吃 好甜喔 好配種的巷口乾麵 嗯 好奇異的味道喔 我這輩子沒有吃乾麵配過龍蝦過 很特別 很特別 我們來吃一下熬的部分 哇 這個是熬 熬的部分 好甜喔 熬的部分超甜超好吃的 哇 我最喜歡吸這個了 好爽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五種巷口乾麵的吃法 再次感謝這個同一面 邀請我做這樣的特別企劃 那綜合來說 前四種吃法 我都蠻喜歡的 我都蠻推的 包括它的最原始的吃法 加一點點菜啊 加一點點肉啊 或是做部隊鍋 也是很繽紛 但是加龍蝦 這只是我一開始的設計 但是後來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搭 因為一來太貴了 二來是 這個龍蝦處理還是要花比較多時間 它不像前面 前面就算有做到肉 其實煎一煎啊 蛋弄一弄其實很快 可是龍蝦會多花一點點的這個手續 你還要退冰啊 幹嘛有的沒的 所以龍蝦麵 算是一個 夢想中的料理啦 但是實際上我可能不會再做它的第二次了 好不好 真祖母的愛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各大同路來試試看我們這個巷口乾麵 基本上就是便宜好吃 然後真的就跟小麵攤自己燙出來的麵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一個讚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非常真的 再來 看看 旺盤 有